给大家说一个大家都比较关系的问题 今天说的都是我的经验之谈 大家在网络上听到的那些所谓的高手们 鼓吹的第一个月就月入多少多少的 多半都是扯淡的 大家听听就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考虑一下 我们做的店铺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你之前没有营业执照 那么你需要先申请营业执照 顺利的话 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拿到营业执照 然后就算我们运气非常好 公司信息马上就上网了 接下来就是找招商经理拿注册链接 最快也要等两到三个工作日 填写信息等全到工作下来 顺利的话也要一周以后才能拿到店铺了 这样大家算一下 基本一个月的时间就快过去了 当然这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千万不要白等 学习一下亚马逊的运营技巧 还是很有必要的 亚马逊选品工具的实用 亚马逊插件的实用等等 然后我也发过一篇 介绍亚马逊插件的视频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如果是进行系统学习的话 进度肯定比较快 但是如果只是在网上找资料 东拼西兽学习的话 进度就慢很多了 效果也会打折扣 这样我们拿到店铺后 虽然可以马上上传产品 但是由于这时候 我们对亚马逊操作完全不熟练 就需要先学习后台操作 比如如何上传产品等等这些 基本上也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这时候就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而其实我们实际上 还没有完整的上传一个listing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选好的产品需要发FBA 这里老狗就以FBA为例 因为亚马逊想获取高利润的话 还是FBA最合适 我们选好的产品 还是需要先买个样品回来 自己看一下 不然直接发到FBA仓库后 以后因为产品质量不好 退货率高的话会特别麻烦 有些不太懂的运营者 会推荐大家将产品重新包装 其实老狗的建议是 对新人来说完全不需要重新包装 因为定制新包装时间周期太长 而且重新包装工作量也太大 最主要的首发产品 是否能卖爆还是个位置数 我们完全不需要花那么多精力 在一款新产品上面 我们当产品真的卖爆了 不下一批货是再定制包装也不迟 包装的好坏 完全不会影响购买率 但是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流评率和退货率 而产品在测评阶段 最重要的是购买率 所以我们要将有限的精力 画在刀刃上 另外就是需要提醒大家 平时要对知识有选择的学习 不然学出知识导致失败 可能会放弃亚阿讯 这个很好的行业 真的得不偿失 那么如果说包装盒上有成分 或者使用说明部分是中文的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不甘胶贴 打印出英文译文 覆盖上即可 UPC码也是用不甘胶贴来打印的 产品准备好后 我们就是联系货带发货了 货带有很多 大家随便就能找到 第一批货 然后推荐大家用28分的方式去发货 少部分发空派 多部分发海运 这样既可以保证产品库存上限的时效性 又可以同时保证利润率 一举两得 某个3C的培训机构 推荐大家全发空运是不可取的 如果全部发空运的话 运费非常高 无形中对我们新人的资金造成很大的压力 并且会降低利润率 可能直接导致成本过高 进而是产品价格 失去竞争力 而且我们需要承认 第一款产品失败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毕竟这时我们的经验有限 如果真的很不幸 销量不如意 就需要资金进行第二款产品的补发了 能节约的资金一定要尽量节约 经商的收入无非就两种 开源节流 开源固然重要 但是也不要忽略节流的重要性 我们要时刻铭记 省下来的都是利润 空运部分到商后 然后上架 顺利的话又要20天的时间 还愿意就不提了 需要的时间更久 所以大家计算一下 这时候已经过去多久了 基本上已经快两个月了 接下来我们开战内PC优化listing 一系列操作下来 可能又要不少时间 所以说其实亚马逊真正的发力期 是在三个月后 老狗这边内部的亚马逊交流圈 也大多数都表示 基本在第三个月达到了利润稳定过半 过半其实并不拿 一天也就50美机 30单而已 但是也不排除 有极少数小伙伴 在第二个月收入就很不错了 第三个月达到约入10万的人 也不是没有 老狗这边有个同学 第二个月就稳定 每天30单左右 老狗之前也发过这些粉丝的 亲身经历的分享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大家认真做下来 半年时间达到稳定 月入一万美金也并不难 不过一定要用心学 用心做才行 这也是一个平均情况 每个人的情况都可能不同 比如是兼职还是专职 学习能力 动手能力 以及初期投入资金 都会对这个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最后还是请大家放心 这个行业现在进入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做不到躺转 但是至少还是能做到 付出就有相应的回报的